如果你要避免米酵菌酸中毒 是有五個原則的 食材要新鮮嘛 不要給它有機會 讓那一隻很討厭的細菌生長 最好一餐吃完啦 真的不要吃隔餐了 到底這個米酵菌酸 吃下去的時候會有酸酸的味道 我可能會知道自己吃到米酵菌酸嗎 這個就很討厭了 剛剛好這個毒素沒有味道 它雖然叫米酵菌酸 但是基本上你吃起來它是無色無味的 所以你並不會覺得說 像我們吃東西人體會有這種保護機制 你吃東西如果吃到酸敗 就是腐敗的味道 你就不吃了嘛 所以你攝菌酸也只會有一點點 可是剛好這個沒有味道 所以你不會覺得這個食物是壞掉了 所以基本上很容易就不小心攝取過量 其實是蠻危險的 所以我們保存食物是不是有五大原則 如果你要避免米酵菌酸中毒 是有五個原則的 當然就是食材要新鮮嘛 你放久了之後就會出問題 第二個不要給它有機會 你不會讓那隻很討厭的細菌生長 所以高濕高熱的環境 不要太...就是... 我講的高熱不是說 例如說室溫啦 20到30度啦 你保持那個食材就是我們講什麼 正常來講7度以下 或是有人講5度啦 60度以上 基本上是不適合細菌生長的環境 所以可以的話 盡量讓你的食物保存在那個東西 你沒辦法一直加熱食物 那你就放得很長 就是這樣子啦 就比較不會有細菌產生了 另外伸手時不要交叉嘛 另外最重要就是 最好一餐吃完啦 對啊 不然你就... 你吃完你就沒有保存的問題了嘛 對不對 另外就是... 很多比較... 想求一些老人家 很喜歡動不動就發酵一些食品 我告訴各位 如果你發酵食品當中 沒有弄好乾淨的話 就很容易出事 所以基本上 你要避免這個毒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 做好這5件事好不好 就是... 食物的保存要在適當的溫度 好不好 其實建議最好不要保存 弄完就把它吃掉啦 我相信張醫師應該也很有感 有時候就忙起來啊 就是中餐可能變下午茶 下午茶變晚餐 晚餐變宵夜 然後有時候你也知道 就是要拿回去再付熱 又覺得麻煩 就拿起來吃了 欸我比較不會有這個困擾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危險 因為我大部分就沒吃 對啊 不然就直接吃掉 那我基本上來講 中餐的我沒吃完 我不會擺到晚餐再吃 因為我剛好手頭比較寬鬱一點 通常中餐吃不完我就... 你手頭比較緊是不是 我手頭比較緊啊 對啊 就是真的不要吃隔餐 那個只要稍微保... 保存的不好 細菌就是到處亂置身